看这场比赛 哇 接一个打门球进了 开场之后就是一个脚后跟的巧射 对 进行四座 刚刚开场才不到50秒的时间 陆寒在一个禁区的远端 来了一脚抽射 直接打用了一笔进球 展现了他真正的足球实力 这个球确实是把陆寒这种技术好 球感好的 甚至其实他的特点是 攻防转换的节奏比较快 这一次打门 进球的要是陆寒应该 洛寒把脚已经垫在那个球门之前了 做好这个球的反弹的那个角度 哇 真的是太有球伤了 对 来自于这个高超的球伤吧 对啊 太厉害了 真的是不会只得足球胜宴 小龙有机会 完成了一脚打门 哇 而且他还会特别找那个 运卫线之前开始启动 哇 真的球伤太厉害了 这个帽子戏法绝对是货真价实 对 现在开场才5分钟 已经帽子戏法了 如果说要用一个球员来形容 陆寒的话会是谁呢 这个时候他如果穿7号的话 可能更像他年轻时候的 我像克里斯蒂安诺 罗兰尔罗了 对对对 一大地给到陆寒 要说进去内 哇 这一下是乌龙吗 刚才那一下好像是碰到了 对方的后方球员 可能是有一个小小的折射 但是这个球应该会记在陆寒的名下 对 那也大四行 上半场比赛还没结束 就是我一直没有遇到过去